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剛剛進來 剛剛進來 Hello OK啦 我先分享畫面 我聽到了 應該畫面都OK了 媽媽 等你去吃耗工 好啊 你等我來吃 那我三個視訊 和聲音節 Eleana 不知道是否可以設定滑鼠的箭頭展示出來 你當然是展示不到箭嘴 是啊 之前幾堂課都是展示不到箭嘴 我看到 好啊 現在把雷冬的冰箭 那我認識到 宇宙 本か 本來就akan 很久不停 這位呢 是 說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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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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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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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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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男性的Health Life的朋友們,不要逃走 你身邊也會有很多親朋好友 你的媽媽,媽媽,愛母 其實這些長輩,女性的長輩都很適合梅茲寶 我們一起來看看梅茲寶是怎樣的產品 我是歐陽嘉美美養師 大家也可以叫我Lala營養師,目前是台灣Herbalife的特異營養師 同時在台灣生活了一段時間 在學校、醫院或健身中心做營養教育相關的工作 今天很榮幸可以再度和大家分享Herbalife有哪些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更健康的產品 今天要介紹的是Tripleberry梅茲寶 其實怎樣才算是美麗呢? 我們吃Tripleberry,有時候希望我們可以由內而外變得更美麗的 其實你覺得一個女性或一個女人 如果她是年輕漂亮的話,第一時間是怎樣才算是年輕漂亮呢? 首先第一時間你會看到她的身形 如果你要維持體態的健康 你要看起來沒有大審美 其實維持我們的身材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你要維持在理想的體重 你要增肌減肢、遷體 令我們體型夠理想的範圍 其實看起來就會比較年輕了 另外,女性朋友比較在意的就是皮膚的狀態 只要看起來有光澤和沒有皺紋的話 感覺上保持得很好 另外,最重要的念面上 第一時間會讓大家看到的美麗象徵就是我們的眼睛 其實每個女性也希望有一雙美麗的眼睛 最好是不要有黑眼圈 其實也會是美麗的象徵 另外,每個女性也會有這個困擾 就是我們的私密處 我們的私處的健康潔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是健康沒有異味的 其實也是我們由內而外 兼顧身體健康和美麗的象徵 如何才能讓我們維持美麗的象徵呢? 其實這些梅果類可以幫到手了 今天會介紹到的 是晚月梅、藍梅、複盆梅這三種梅果類 另外這三種梅果類也是Triple Berry Complex 為什麼叫Triple Berry? 就是有三種梅果的成分 在裡面的 我們在Triple Berry Complex 裡面有三種梅果 曼月梅、藍梅和複盆梓 複盆梓是Billberry 翻譯為複盆梓 台灣這邊翻譯為山桑梓 其實它的樣子跟藍梅很相似的 但是它有一點不一樣的 我們會一一解釋 究竟這三種梅有什麼特色 首先要介紹的是 曼月梅 它主要的產地是在北美洲 又有北美紅寶石之稱 曼月梅 裡面有情花生素的成分 還有油花酸可以幫助我們預防 碑尿度的發炎 其實平時我們在 街市或超級市場 很少會買到 新鮮的曼月梅 因為如果你曾經吃過冷凍的 或者新鮮的曼月梅 你會發現它是 非常非常酸的 所以通常大家不會真是新鮮的吃 可能會吃曼月梅乾 或者曼月梅汁 其實這些曼月梅的製品 也具有預防 避尿度發炎的功效 什麼是避尿度發炎呢? 根據研究 九成的女性 在一生之中 至少都會有一次 受到避尿度的發炎困擾 避尿度突然發炎呢? 其實我們的尿度 尤其是女性的尿度 跟肛門是很接近的 跟男性比起來比較接近的 所以如果腸道沒有那麼健康 大腸肝菌量比較大 或者 衛生習慣沒有那麼好 譬如 尼M的時候 沒有好好去更換衛生用品的時候 或者有很多狀況 譬如去完廁所擦的時候 由後面擦上來 其實都很容易會帶了一些 腸道裡面的大腸肝菌 去到我們前面的陰道或者尿道 我們去看其實大腸肝菌 它滋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曾經有被尿度發炎過的女性 其實都有經驗了 其實可能可以在一晚之內 你就會由本身 去小便的時候 只有少少痛 突然之間過一個晚上 就可能會血尿都有的 所以會突然之間去急塵的 通常被尿度發炎 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都是立刻衝去急塵 因為其實去廁所小便的時候 發炎 會非常之痛 所以呢 通常立刻衝去醫院 醫生就會開抗生素給你吃 其實過了一兩天之後就會復活了 但是呢 有八成的女性在半年之內 是有可能會復發的 其實鼻尿度發炎 是有可能會演變成慢性的發炎 或者是很容易復發的 因為這個細群近中又會去滋生一下 如果生活習慣沒有去改變的話 其實有很容易會復發的問題 那麼 萬月梅呢 其實可以 幫助我們預防 鼻尿度發炎復發的發生 因為研究發現 其實萬月梅 它可以預防30%的鼻尿度發炎的復發 它裡面這個前花青素的成分 可以去預防這個大腸幹菌 黏在我們的尿度壁 或者是膀胱的上皮細胞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些大腸幹菌 其實它會有些纖毛 纖毛無蟲 纖毛會黏在上皮細胞上面 然後繼續這樣繁殖 前花青素就可以 跟纖毛的組織結合 令纖毛不容易黏在上皮細胞上面 所以大腸幹菌就比較容易被尿液去沖走 另外 我們的萬月梅 裡面也有油花酸和維他命C 這些有機酸的成分 當我們的尿液呈現酸性的時候 大腸幹菌也比較難去滋生 它比較難去繁殖 酸性的環境比較難去擴大它的範圍 所以油花酸和維他命C都可以幫助抗菌 所以就是因為這些成分 萬月梅裡面 前花青素、油花酸和維他命C 可以抑制被尿道發炎的發生和復發 所以其實很多女性朋友都很適合使用萬月梅這個成分 哪些人特別容易有被尿道發炎的情況呢 例如更年期的婦女 或者是有糖尿病問題的婦女 其實都很容易有被尿道發炎的問題 因為當你的尿液比較甜 比較多糖分的時候 其實是會很適合這個細菌滋生的 所以其實這群上了年紀的女性 特別適合使用萬月梅這個成分 Tripleberry 第二種梅果的成分 就是南梅 南梅大家比較經常吃到的 你可以嘗試咬開它 其實雖然它外面是紫紫藍藍的顏色 但它裡面其實是白白的色 南梅其實主要產地是北美洲 又稱為北美藍寶石 南梅裡面 其實也有前花青素 也有花青素的成分 但是它更加多的成分是什麼呢 是白麗蘆唇 還有維他命C 也是非常豐富的 白麗蘆唇 在提子上也會有的 只要這種梅果上有一層白白的色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白麗蘆唇 最好不要撕掉皮 因為連皮吃就可以 增加攝取白麗蘆唇的機會 白麗蘆唇和維他命C 其實都可以幫我們抗氧化 幫我們抗瘤、抗老 尤其是美白的 我們看看為什麼南梅這些成分可以美白呢 就由我們的皮膚開始講起了 我們的皮膚 其實它的表層 是最主要存在黑色素的地方 誰去生成這些黑色素呢 就是皮膚上有一些黑色素細胞 其實在某程度上是可以保護我們的 因為當我們的皮膚受到陽光的照射 有UV光的照射的時候 黑色素細胞就會生成一些黑色素 鋪在表皮上面 去保護更加深層的真皮細胞 但是一旦你沒有去防曬 又過度曬太陽 這些黑色素細胞就會製造太多的黑色素 令我們的皮膚變得比較暗沉 黑色素細胞裡面其實有一種氨基酸 叫做諾氨酸 最主要就是諾氨酸 透過諾氨酸酶 而變成黑色素 然後就會一粒粒鋪在表皮上面 所以我們皮膚可能會長斑 長斑斑點、雀斑 皮膚變得暗沉 藍莓有什麼功效呢? 藍莓裡面的 白麗露醇和維他命C 是去抑制 諾氨酸酶的作用 令到諾氨酸 不會那麼多地生成黑色素 所以就具有美白的功用 所以就是這個白麗露醇和維他命C 都可以降低 黑色素的形成 另外就是第三種梅果 就是我們福盤子 也叫做山桑子 這個billberry 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裡面和藍莓是不一樣的 切開來裡面是紅色的 而且屁股的地方 這個福盤子是沒有花的形狀 主要這個福盤子生長在歐洲 有稱之為歐洲的藍莓 它有比較豐富的花青素 花青素通常是紅紅的 紫紫地色 因為它的果肉是比較紅紅紫紫地色 含有非常豐富的花青素 另外也有這個楊莓素 是有很豐富的抗氧化精華 可以幫助我們預防眼睛的疾病 如果你要去預防眼睛的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更多食用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尤其是花青素 或是葉黃素 這些成分都可以幫助我們眼睛更加健康 這個山桑子 福盤子 其實一開始是誰發現的呢 是由一些機師發現的 即是渣飛機 機師 以前比較幾十年前的機師 他們在 這個叢林裡面 發現這些藍莓 好像藍莓有什麼呢 吃了之後 視力會變得更加好 後來有一些研究的 單位 他就去 發現到 Bilberry 福盤子 具有明目 預防眼部疾病的功效 為什麼我們眼睛吃了這個福盤子之後 可以更加健康呢 首先我們要看看 我們眼睛會出什麼疾病 這是我們眼球的 重切面的圖 我們可以看到 最常見的一些眼部疾病 譬如上了年紀之後 這個眼珠的地方 就會變得白白地色 其實就是徵狀體這個地方 有一些蛋白質的沉澱 而福盤子裡面這個花青素和洋莓素 抗氧化的成分 其實是可以 減低這些 蛋白質的氧化和蛋白質的成分 沉澱在我們的徵狀體 所以它具有 減低白內障風險的 功效 另外 其實這些花青素和洋莓素 亦都可以促進我們的角膜的健康 有很多人有乾眼症 上了年紀之後 眼睛很乾 很不舒服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復盤子的成分 增進這個 濾液的分泌 令我們的眼睛 沒那麼容易 覺得很乾 另外 我們的眼睛 剛才說的是前面 眼睛前面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眼睛後面 是最主要形成我們視力的地方 即是我們的視網膜 視網膜上 有一個地方叫做黃斑堡 這個黃斑堡是最主要形成我們視力最清楚 最清晰的地方 上了年紀之後 其實 大概有五成 以上的 老人家 都會有黃斑堡 病變的問題 尤其是 現在用很多的 手機 平板 或者是經常看電視的話 都會很容易傷害到 我們的藍光 這些 電視產品的藍光 會很容易傷害到 我們的視網膜上的黃斑堡 那麼 覆盤子 有什麼花青素 和楊梅素 可以幫助我們視網膜 和黃斑堡的健康 首先 它可以幫助我們 視網膜上的一個 視子質的成分形成 所以 視子質可以幫助我們 在晚上看得更清楚 可以增進我們的夜間視力 另外 這個覆盤子也有研究發現 它可以降低我們的眼壓 預防清光眼的發生 以及 幫助黃斑堡 也是我們視力最清楚的地方 減少黃斑堡 發生病變的機會 所以其實覆盤子最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助我們抗氧化 讓眼睛視力更加健康 就是講了這麼多 梅果類的成分 如果吃新鮮的話 也是非常推薦的 如果你不是經常吃到 藍莓 或者是 這些 梅果類的成分 畢竟我們在亞洲地區 不是經常盛產 這些梅果類的 農作物 我們可能會選擇 譬如萬月梅果汁 藍莓果乾 萬月梅果乾 這些 可以吃了嗎 其實它都含有 不錯的抗氧化成分 但問題是 當製造這些果汁和果乾的時候 必須要加糖 才好吃 剛才也說到 萬月梅 是很酸的 所以如果你吃到 萬月梅乾是很好吃的 你喝到這個 萬月梅汁 是很甜 很好吃的話 就代表它加了很多糖 放進去 其實比較建議的 是 萬月梅 已經 撈取了精華出來的製品 其實它的熱量是比較低的 幾乎不會加糖的 因為直接吞下去 不需要加糖 而且熱量非常低 吃一粒 等於你喝了 六瓶的 萬月梅汁 一粒就有500毫克的 萬月梅的精華 等於你喝了六瓶的 萬月梅汁 你猜一下 六瓶的萬月梅汁 等於你 泡了多少粒的 方糖 65粒方糖 熱量是非常之高的 主要的熱量是來自於 糖分 如果你今天 是吃萬月梅乾的話 萬月梅乾的糖分就更加誇張了 等於86粒方糖 熱量非常之高 所以其實 都會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有 需要保養我們的 鼻尿道 或者是皮膚變得比較好 都是建議吃這個 梅果的精華 會是比較建議的 主要是因為沒有糖分 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有血糖高的問題 就更加不建議 使用果汁 果乾 含糖量太高的 製品 所以其實 膠囊 是比較建議的 其實有些萬月梅的產品 不是造成膠囊的 它會造成 這個 咀嚼片 吃起來甜甜的 很好吃 像小朋友的丐片 但是 有時候 顏色越深 或者越好吃 就代表 其實添加的東西 會比較多 有時候 有些膠囊 要看它是不是透明的 如果膠囊 看起來 粉紅色 很漂亮的話 很有可能 加上紅色 和藍色的色素 是加在膠囊上 讓它看起來更漂亮 所以要看 它會不會加了人工色素 你看看標誌 上面會有寫的 另外 有沒有加一些人工香料 只要你吃下去 那顆萬月梅的糖 咬起來很香的 有些士多啤梨味的話 其實一定有加香料 因為萬月梅、藍梅的香味 不是很濃郁的 所以如果你吃起來很好吃的話 它應該是加了一些香料 有些廠商更加誇張 它其實是沒有加 萬月梅的成分 也沒有加 梅果的精華 在裡面 它是加果汁粉 即是 吃起來很好吃 只是有香味 但其實 萬月梅的成分 都沒有加進去 所以成本很低 可以買得比較便宜 有好味 很多人會喜歡吃的 覺得好像 都挺有效 但實際上 其實它加的是果汁粉 所以如果你看它的成分 它寫了一些 譬如什麼 萬月梅風味粉 藍梅果汁粉 其實就會代表它裡面的 梅果的成分 比較少 另外 有些為了它好吃的話 也會加了一些糖 熱量就會比較高 所以 選擇梅果的產品的時候 要看它有沒有 添加這些人工的添加劑 其實 不需要加 只要 造成膠囊的話 就不需要加這些東西 在裡面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選擇 Triple Berry 梅之寶 去保養我們的身體 其實就是因為它是比較濃縮的成分 有三種梅果的精華 可以幫助我們的 眼睛 我們的皮膚 以及 女性的C柱 更加健康 它完全是沒有加糖的 無糖低熱量 亦都沒有添加一些人工色素香料 甜味劑 所以是比較沒有負擔 無添加的 另外 只要是 選擇農產品的話 有添加農產品的東西 你一定要提 它有沒有農藥殘留的測試 我們的Herbalife全線所有產品都有通過 嚴格的農藥和重金屬的測試 所以是可以很安心的 每天去使用的 天天吃 一天入面的哪個時間會比較好呢? 第一個時間就是建議睡前 因為我們整晚都沒有去廁所 其實這段時間是特別容易滋生細菌 我們的鼻尿道特別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睡覺之前 其實都可以先吃一粒 另外就是經常被人忽視的時間 就是 性行為之後 其實都是需要的 因為在性行為的時候 特別容易令到大腸幹菌 侵入我們 女性的私處 或者是被尿道 所以 其實性行為之後建議都可以寫一粒梅脂簿 可以預防被尿道發現的發生 其實很多研究都發現 有一個醫學上的名詞叫墨月期的尿道發炎 墨月期的尿道發炎 即是一些新婚的夫妻 可能性行為的頻率比較高 所以 就會特別容易在墨月期之後 有被尿道發炎的情形發生 所以 這是大家比較沒有經常留意 或者 不好意思提出的 但是 真的在臨床上有很多的婦女 因為在性行為之後 沒有去 解尿 或者沒有去食用一些 保養品 梅果類的製品 就會很容易有 發炎的情況發生 另外 其實我們每支寶 有一個最佳的拍檔 每支寶的最佳拍檔就是益生菌 因為 被尿道裡面的細菌 最主要的 形成被尿道發炎的細菌 大腸幹菌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的長度 而來的 所以如果你的長度裡面 好菌比較多 大腸幹菌的壞菌比較少 其實也可以具有預防被尿道發炎的 功效 所以 每支寶 其實是可以跟益生菌一起吃的 益生菌其實 也很適合在睡前吃 所以 相乎相吃 每支寶和益生菌 可以一起使用 誰會比較適合補充這個梅之寶呢? 就是希望被尿道健康的 婦女 尤其是女性 今年期的婦女 又或者是 其實有很多 懷孕中的媽媽 都有被尿道發炎的問題存在 所以其實 懷孕期的時候使用是OK的 也是很安全的 另外就是 上了年紀的女性 還有 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也很容易有被尿道的問題 還有長期 餓床 即是長期 有疾病 或者中風 要長期 躺在床上的 患者 也 經常會有被尿道健康的問題 所以 亦都可以使用 梅之寶 另外就是 每一個 希望皮膚變靚的女性朋友 以及 希望眼睛更加精靈的朋友 其實都是可以使用梅之寶的 我們梅之寶裡面的 三種梅果的成分 都可以幫你達到 悲尿道健康 美肤 和明目的效果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今天的課程 大家可以有所得著 我們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的課程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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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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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